耗資130億美元歷時近3年的修建 TWA旅館在週三正式開張 整修工程是在2016年破土動工 把實踐於1962年的地標型建築 打造成擁有512個房間的世界級旅館 旅館的修建保留了原有的建築風格 加入現代元素 旅館佔地6英亩位於肯尼迪機場中心地帶 旅館還有1萬平方英尺的觀景臺 游泳池 和1萬平方英尺的現代健身房 旅館內還有高級咖啡廳和俱樂部 以及一架世界僅存的四架之一的洛克希德星座L1639A型飛機 將變身高級基尾酒吧 旅館的修建創造了3700個工作機會 旅館開張後將僱用795名員工 肯尼迪機場每年接待6300萬國際旅客 每日有1300個航班起飛 新唐記者安心紐約報導 旅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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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